歡迎大家收看螢幕八爪雨 上年夏天溫哥華熱得很多人都嚇倒 反而今年的夏天來得有點遲 令我很擔心七、八月份的天氣 其實這十年的天氣真的反常了很多 可能就跟全球暖化似的事 所以我們更加要學會怎樣面對這些情況 接下來這個展覽就適合大家了 天氣變幻摩擦 尤其是現在全球暖化令到極端天氣加劇 要想辦法應對都不容易 最近時代方就有個新的專題展覽Wild Weather 給大家認識一下四種平日較常見的天氣現狀 包括巨風、龍捲風、浩爾天氣和強雷暴天氣 每個區域都有自己的小小實驗 模型和圖像 給大家認識這幾個極端天氣 加深大家對氣候的了解 除此之外 展覽還有不同的互動設施給大家玩 讓大家從中反思、學習和大自然相處 例如試一下怎樣可以在飛行的途中穿過巨風 試一下捲入龍捲風 好像看4D電影一樣有聲有畫面 讓大家感受一下在風暴中旋轉不能自控的感覺 以及龍捲風怎樣破壞社會基建和對生命構成的威脅 看到這裏 你是不是都吉不及待想來親身體驗一下呢? 活動還是完全免費家 適合一家大小來親身學習科學知識 如果你拍照 在IG還有機會贏得STEM的實驗套裝 氣候會影響人類的生活習慣 從而孕育不同的風土人情 所以世界各地都會有屬於自己的獨特文化 上個星期就是溫哥華一年一度的希臘日 作為歐洲文明的發源地 不少周邊國家都受希臘文化影響 尤其是在食方面 事不宜遲 一於和大家一起去探索一下吧 熱、熱、好熱啊 最近溫哥華的天氣真是非常嚴烈 是要吃一支雪條降下溫的 即使夏日熱辣辣 仍然無了Greek Day on Broadway 現場的熱鬧氣氛 歡迎大家到Greek Day on Broadway 這天在West Broadway 整條大街都籠罩著滿滿的希臘風情 有希臘特色串銷 甜品給大家衣飽過肚 喜歡逛街的 有市集給大家買衣服、買飾物 還有傳統音樂和舞蹈表演 這麼多活動 難怪要一口氣封了整條街 而今次的希臘日 終於回來實體和大家見面了 對於主辦單位而言 主要是想帶出一個很重要的訊息給大家 這次的訊息給大家 是記住我們的廠方 祝福將未來 這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Greek Day開始了 1974 年是有更強的 每年都會更強的 每年都會支援 我們社會的 伺候群體 伺候群體 我們會有年後年,如果不是他們 我們不會能做藝人日 我們很感謝他們的支持 我們能夠繼續進入1974年代的負責 希臘日這個活動歷史遊牆 用文化美力去吸引大家 而且每年都有大概10萬人來參加 直到遇上疫情才有一段空白旗沒有見大家 而今次重返舊地,似乎和往年都有少少分別 It feels incredible for us to be back the biggest thing that we've been saying all day is that we're back and it feels great after two years of not doing an event and then doing a modified event we're thrilled to have everybody back on the street great participation, great food and we're just so grateful for all the community support and our sponsor support we do have a couple differences we've changed around the layout of our street so normally our stage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street now we've got it closer to the end to really draw the crowd towards all aspects of the festival we still have some of the key performances and components like our cooking demo all the great Greek food but we've got a couple little changes but not too noticeable that it's totally different the number one thing that I'm most excited for food-wise on the street is our lukumadas they're honey-covered doughnuts they are incredible they're so sweet they're delicious so I would recommend everybody to get lukumadas this Greek day they are the number one street food in Greece so if you go to Greece definitely a euro is the number one thing you need to do and get lukumadas to finish it off for dessert film sees there are other different some different what we are going to do to give the viewers this year we're doing a lukumadas eating contest see how many lukumadas you can eat in one sitting we've never done it before but we thought it would be a fun fun exciting event to do on our main stage ologic 如果大家之後有機會去希臘的話 就一定要記得試試當地美食 再以希臘甜甜圈結尾 你的希臘之旅就完滿了 Gerd Metzdorf這位收藏家 大家未必對他有好心的了解 不過他的收藏品的確令人讚嘆不已 涉獵的範圍由素描、畫作到攝影和裝置藝術都有 大多數都是歐洲和加拿大藝術家的作品 今次展覽都不乏本土的藝術家 而Gerd Metzdorf生前就是在做航空業 很多收藏品都是從世界各地採購 所以拆展人Lisa Bottasera就決定跟回她旅程的步伐 剪出來自杜塞爾多夫、科隆和紐約的作品 將很多國際藝術家介紹到溫哥華給大家認識 例如pop art大師Andy Warhol 作品自畫像、牛、毛澤東也收錄其中 而著名美國攝影藝術家Sindy Sherman的作品也有份剪出 其中我最想跟大家介紹的就是Ken Lum這位藝術家 他是華裔加拿大人,畫風也很有個人特色 今次呈現的作品就用了簡單的符號和標記去完成 這幅畫雖然看起來很有同趣 但其實是探討政治和身份認同的關係 但是剪期到下個月28日 逢星期日還有道賞團介紹形形色色的藝術品 還要免費入場 作為文青的你就千萬不要錯過了 講到藝術,大家最近經過Lansdown天車站 有沒有發現多了幾張照片呢? 物件和人的關係是可以嚴呼相應 物不可分,就像藝術家Kyla Bohr這件作品一樣 集合身邊帶帶小小的小玩意想跟大家傳第一個訊息 Hello,Kyla,你好 謝謝你帶我來 我知道物件給我媽媽因為她是Asian 跟你媽媽是有很大的關聯的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呢? 物件是一個收集的物件給我媽媽 在過去50年 是一個混合的角色 我看見她的物件更改善於我 我請求我媽媽讓我使用物件 在展示宴 我當時在我師父的藝術院 所以我展示了它 然後到Canada Line Station 今次展出的地方不再是藝術館 而是去了天車站 由立體到平面 可不可以說一下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麼呢? 以前原本的畫面 對 藝術館 在原本的畫面 在 Gallery上 所以想像是可以翻譯作了 在一些畫面 去在文化便宣上面 是不同的來自我刻做的 我想在我想在原本部塊錢 做出展示宴 我看著是在展示宴 他們是很興趣的 在這首張家裡的事件 之間跟那裡 在我的寶寶 從這裡 我來接受了 然後他們出現了 然後他們有提出 所以那是 我刻意的 會是一談談 中间文化的角色是一种维图的 在格尔的文化上的文化 各个展现场的文化 但是有些维持到设计的文化 这些小的大小的文化 上的大小的文化 是在了加密封的文化 这些大小的文化 其实很大很很大 其实是很很大的 在中间的文化 中间的文化 这些工具 在这种文化 它是同一篇文字,同一篇文字,同一篇文字, 但在哪一篇文字上,它們的一篇文字 是從3D文字上去2D文字, 它們的同一篇文字是你不能在這裡 你不能在這裡看到所有的東西 在這裡,當它在這裡是在這裡的文字 它們是在這裡的文字, 然後在這裡的文字, 然後在這裡看到所有的文字 所以我認為這份文字是有關的 這份文字是一件事我真的想 我的觀看人們去接觸 我希望他們要做一點點的工作 我沒有必須解釋 我認為我能夠讓人們去接觸 和思考更多是我的工作 我認為如果是太簡單, 我不會做這個工作 這件作品好像有很多東西想告訴大家 其實想傳遞一些什麼訊息給大家 我覺得大家都能夠 collection 我想到人們想想想想想想 為何他們會在這項上 看看誰有在這個地方 我認為來自身體 好,human人 択人們 也不好 我認為 不知道這次資本 是因為 能夠責任之類的 所以 我認識了一些 所以 是翻譯的訊息成為更大的 我個人的東西和媽媽的東西 謝謝Kyla 從今天起到明年2月23日 在Langstern站都會看到Kyla的作品 大家經過的話記得留意一下 不知道剛才Kyla的訪問 有沒有令你對舊物多了啟發呢? 有時候有些東西壞了就不一定要扔掉它 就像以下這個活動一樣 希望透過翻新舊物賦予舊物新意義 不如一齊來看看 要令溫哥華成為最環保的城市 真是一點都不易 所以Vancouver Repair Collective 決定做領航人帶頭掀起熱潮 而因為它獨特的魅力 成功吸引大家循環再用 活動還要是免費的 大家可以帶損壞的衣物去修理之外 最大的特點是他們連電子東西都會維修 就這樣看現場都有不少人 帶家裡壞了的家電去修理 電腦這些熱門東西就不在話下 有些人甚至帶上鬚跑 電動牙刷去 主辦單位最大的願景 都是想令溫哥華這個城市 成為一座永動機 希望不用再用地球上的資源 都可以不斷運作這個城市 又符合可持續發展這個普世價值 這個概念是否很有意義呢? 他們這個活動是不定期舉行 而最近的日子就是7月16日 希望大家為環保出一番力 嘗試改造舊物吧 看完之後我都想留一些舊物 好好地打理一下 賦予它第二個生命的話 如果我們不肯踏出這一步 相信未來都沒有那麼多資源 搞那麼多好玩的活動和節日 說到這裏 我知道多倫多那邊 今個星期都有很多精彩的活動 City 馬上把這個時間交給你吧 待會我會帶大家去手工啤酒節笑笑 再去萬感市參加最熱鬧的國慶日嘉年華 所以千萬不要走開 廣告之後我們繼續螢幕八爪魚 今個星期我會走到外面 和大家玩轉多倫多各大街頭子 第一站先去到Etopical的多餘藝術節 和藝術家近距離接觸 Etopical Art Fest 多餘藝術派對 是今年一個全新的社區藝術寺 舉辦活動的idea萌生於疫情期間 主辦人Laureta 是一位多倫多本地藝術家 她有感於疫情期間 藝術家社群經歷的打擊和困難 於是希望舉辦一個藝術大party 為各位同行打打氣 I guess the concept came because my studio is just behind me over here and I'm an artist and I thought it would be really wonderful to have an art fest in Itobuco that I could participate in because I always seem to have to go downtown and Itobuco doesn't seem to have anything like this so that's why we're doing it here there are I guess about 68 booths four of them are for workshops for kids and adults and the rest are all practicing artists professional artists 藝術有不同風格 種類以及流派 各種藝術之間的創作手法 雖然並不相同 不過主辦方就不希望 藝術因為這些不同 限制彼此的溝通 I think what makes this festival unique is it is very diverse so we have drawing and painting mixed media craft which includes leather glass textiles and you know just a really great range of art that would satisfy anybody's taste 抽象畫 風景畫 卡通畫 復復都不同 手工編織 金屬雕塑 折子藝術 各樣都有驚喜 當然還有本地歌手 在活動現場舉辦 mini concert 帶大家感受音樂的魅力 接下來 Loreta計劃 將藝術派對 大到多倫多不同社區 期待各位藝術家 一齊加入 We've been planning this for over a year and we've never done this before so all of us on the team completely new to this so we were nervous about a year ago wondering whether we would even be able to do this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but we kept plowing through and so happy that we were able to do it and with such a great turnout 看完藝術 下一站 日月夫朋友乾杯長飲 多倫多手工啤酒節 回歸Ontario Place 為大家送上 各款本地生產的家養 嚴嚴夏日 無論朋友聚餐 還是在家裡燒飲 都一定不少得 喝杯啤酒 一起Cheers 多倫多手工啤酒節 邀請超過40位本地釀酒商 為大家帶來最新鮮 最Local的精釀啤酒 每張門票包含五個代幣 大家可以用代幣 在啤酒節不同的攤位 換取啤酒 sample 主辦方希望 這種舉辦活動的形式 可以吸引遊客 嘗試多些不同品牌 以及種類的啤酒 令本地家庭式釀酒品牌 得到更多人的關注 我們參與啤酒店 在港幣五個代幣 在港幣五個代幣 我們專注於工廠 工廠工廠工廠 提供你們的機會 試試 我們有24不同品牌 約60至70不同品牌 我們也有8個食品 在直播 直播 直播 如果你對啤酒沒有太多認識 又想在這裡 和各位啤酒專家切磋交流 我就準備了一份武能秘笈給大家 第一個要認識的單詞 就是ABV 也就是酒精濃度 ABV的數值越高 酒精濃度就越高 一般的淡啤酒濃度 介乎4.5至5.5之間 在手工啤酒節 除了可以看到普通罐裝 或者玻璃瓶裝啤酒 更加會有生啤 任君選擇 這種啤酒的ABV數值會比較高 麥芽的風味都會比較突出 另一個單詞就是IBU IBU是啤酒的苦味計算單位 一般啤酒的苦味範圍 由6IBU到100IBU不等 學會這兩個計算單位 大家就可以像啤酒專家一樣 輕鬆選到適合自己口味的手工啤酒 他們會來參加 他們會來參加參與 參與 參與數值只有8瓶 所以這會有機會 嘗試不同的啤酒 想要參與多種啤酒 學會他們 談談 商量 你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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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 你喜歡 我們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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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这个Summer正式开始了 有酒有老友,又怎样少得音乐呢? 拥有35年历史的Toronto Jazz Festival 今年就举办了一连串的演唱会 为大家送上惊喜演出 多伦多着视音乐节 Toronto Jazz Festival 是史内其中一个大型街头音乐址 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外国游客减少 超过90%的观众都是来自加拿大 主办方就希望藉着今次机会 向加拿大人推广未练Canada的本土音乐 所以我们在祝福了35年 Toronto Jazz Festival 这年十多天的音乐节 我们有超过160自由节奏 有超过的计划和国际艺术 超过90%的艺术艺术 亦是在各自日本的高度 而是从来自加拿大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也支持秀劲 如果我们喜欢音乐 如果喜欢节奏 如果喜欢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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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人的音乐 在Toronto Jazz Festival 在10天 你这些十分钟 看来是这里 可以上来的节奏 在《The Grove》 在《The Grove》 在《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我们在《Village of Yorkville Park》 每晚在节奏 开始至9时 我们也有四个夜晚的地方 也有音乐 活动包括一个节日圈 四个户外主舞台 以及四个室内演出场地 为期十天的演出 每天都有本土音乐人 在各个舞台为大家带来精彩演出 夏天日头时间长 主办方更加特别设置深夜场次 振添浪漫气氛 着视音乐的特点就是多变 不同人听都会有不同感受 而这一点正正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最后一站就是我身后的 万感视角庆日嘉莲画 这里有齐刚刚提过的 艺术、美食和音乐 不过最最最重要都是由你们 Happy Canada Day 国庆日长周末 多伦多各地都举办了节日慶典 祝加拿大155岁生日快乐 万感视的国庆日嘉莲华 今年重新回归实体 仪师全新地点 和市民一起慶祝国庆日 Happy Canada Day 我只认为它是非常棒的 能够看到人们 祝福Canada Day 能够到外面 和家庭和朋友 能够享受 一些美娱乐的娱乐 所以它是非常棒的 我认为 我认为它是非常棒的 我认为它是非常棒的 非常感兴趣 我认为它是非常特别的 特别的节目 今天我们叫做 《Reconcili Action》 是一个机会 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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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非常棒的 的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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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种很棒的 的观众 在这里的观众 的观众 是在这一刻 的观众 的观众 是在这一刻 的观众 在家联华 由下午三点开始 到晚上十点结束 为时七个钟 每一刻 都有惊喜 食物摊位区 就好像一个 迷你夜市 BBQ 雪糕 还有热狗 一个都不能少 主办方 还设置儿童游乐区 给小朋友 尽情玩 尽情放电 万锦市政府 在主舞台 准备了角色演出 有唱歌 跳舞 更加有各种 不同类型的 驚喜表演 现在 在合作 York University 这些学生 都在 他们的 媒体 传媒体 我们有 很棒的 展示 的 歌曲 然后 我们有 《Rev》 后来 会演出 《Virginia Vegas》 我认为 他们在一起 和他们 一起 之后 也会有些 热火 马克森 是最 diverse 的地方 我们真的 贴它 它是一套的榜貴, 而且那種草莓是在今後來, 你真的看到它在所有人的背景 的榜貴他們在 Markham, 而且當然在Canada。 今天我們實在祝福了 我們的十年代表名的10年代, 這次發生在Canada Day的十年代。 所以,它是一個完美的分析 在祝福的社會, 在祝福的社會, 在祝福的社會。 這裡的熱鬧氣氛, 不用我多說, 大家都一定感受到。 國慶日真的很熱鬧, 我知道很多人都去了Deer Lake看煙花, 下次可以再看煙花的時候, 應該就要7月尾的Celebration of Flight。 今集的時間又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 螢幕八爪魚再見啦, 拜拜! Celebra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